两个学生大学同班 这两个学生由于家境不太好 都对父母亲供养自己读书抱有感激之情 一个学生认为应该好好学习 争取各科都考第一 另外一个认为应该要打工赚钱 减轻父母的负担 第一个学生每天一大早 第一个走进学校的课室 每天晚上最后一个离开 他的笔记本也是全班做得最完整的 最公正的一个 老师非常非常喜欢他 让他做了小老师 星期天他从来不像其他学生那样 出去玩逛街 他认为这样对不起良知 为了能够多学点东西 也为了有一天到社会上能够找到好工作 课余的时候 他选修了心理学 逻辑学 公共关系等学科 一有空啊 就到图书馆去找资料 做笔记 由于他非常用功 非常好学 成绩当然好了 他几乎获得了学校所设定的每一个荣誉 每当啊他把这些好消息写信告诉父母 父母心里头也是生起无限的安慰和满足 父母为了有这个懂事的孩子而骄傲 他们认为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 好了 说说第二个孩子吧 第二个学生 却总是叫父母担心啊 有好几次 父母甚至想断了他的学业 因为父母省吃俭用 供他上学 他不但没有考到一次好成绩 有一次还差点 被学校赶出来 更叫人生气的是 军训一结束 他竟然做出一件让父母丢脸的事 第一声下气的到各个学校的宿舍 去收购军训服 然后呢 反卖回给那些小贩小商人 这次啊 他虽然赚了两个月的生活费 但是却让父母亲 整整不高兴了一个学期 他们想 父母再穷 难道就缺你这几个钱吗 放假的时候 两位老人家苦口婆心的说 孩子啊 只要你能够专心学习 考出好成绩 我们再苦 再累 都心甘情愿 最让两位老人家不能容忍的是 大学二年级的时候 他竟然写信来说 以后再也不需要父母寄钱了 父母看完信之后 两位老人的心 简直都伤透了 这个孩子竟然是这样不听话 要断绝和父母的经济往来 来抗议父母的苦心劝告 事后 他们才知道 儿子是因为策划一种高考文化山 赚了钱 心里头才稍稍地安慰了些 不过他们自己呢 已经不再对他有什么盼望 他们想 他学习不好 将来找不到工作 那是他自作自受 大学毕业那年 许多学生都忙着寄求职信 参加人才市场竞争 只有他无动于衷 因为这个时候 他已经是两家公司的老板了 最具戏剧性的是 在他公司求职的信中 竟然有好几位是他的同班同学 其中还包括了 那个学习成绩很好的学生 听完这个故事 我相信呢 你也是感慨万千啊 我们做学生的学习是很重要的 学业当然重要了 通过努力学习 可以使我们成为一个 很好的专业人才 但是也有一些才能 有些智慧呢 是我们现阶段的学校课本 无法提供的 因此我们身为家长的 要注意培养我们孩子的学习 还有我们的生活能力 就像这两个学生 如果你是家长 你会比较欣赏哪一个学生呢 就像我这样子的那些人 我们去世代表 我们明镜需要了什么 我们昨天就词 我们下期见 金随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